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渡市 中国古代皇帝虽然是九五至尊权力最大 但是皇帝老哥就一个人 他下面大臣无数 如何才能掌握住每一个大臣的动态 别让这些大臣联合起来反对我 所以很多皇帝愿意用这个情报系统 明朝有这个东厂西厂 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帮助皇帝打探消息的 也有很多皇帝愿意搞这个告密 告诉他的臣下 你如果听到什么不好的事 有谁要谋反 有谁要起义 你可以私下的告诉我 甚至清朝还建立了密哲制度 相当级别以上的官员 你可以直接给皇帝本人写密哲 这个事只有你和皇帝知道 别人任何人都不能了解到密哲的内容 也因为这样 一度很多朝代都大兴告密之风 说实话 告密这个事挺伤人的 你好不容易把自己的一个秘密 和盘托出告诉你的朋友 掉定人家去举报去了 把你这个丑事抖露出来了 他是生官发财了 你却因为信错了人而家破人亡 武则天的时代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能成为中国的皇帝 他的统治手段只能更加惨烈 要不然他也压不住沉下这么多人呢 所以武则天时期一度告密之风非常严重 甚至武则天亲自下令 谁如果告密 让我查实了 有功 我要重重的赏赐 说实话 告密之风一旦兴起 人人自危 任何人你去结交朋友的时候 你去聊天谈话的时候 你都如履薄冰 你怎么知道 你告诉他这个秘密 明天他不会把你出卖呢 武则天可能也多少有点察觉这个事 他也知道告密这个事不能扩大 你说是一些官员谋反贪污这个事 你告密何举 一些小事你告密 会让整个社会的风气特别不好 正好有一个事发生 让告密之风相对得到了遏制 武则天本人信佛 信佛的人就不杀生 结果武则天有一个跟其他人一样不好的爱好 那就是己所欲施于人 我的爱好 我就希望别人也爱好 既然我信佛不杀生 所以武则天颁了一道令 普天之下管你信不信佛 你也不许杀生 这个令跟当年日本实行了上千年的吃素不吃荤的命令很相似 也得亏这个令后来没有长时间的实行 否则咱们中国人就得跟日本人一样爱了 不杀生这个令出了之后呢 虽然各级官员也不愿意执行 但是敢怒不敢言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叫张德的小官 年龄已经挺大了 但是他小妾给他生了个儿子 老来得子这是人生姓氏啊 所以张德就招了几个平时出的不错的官员同窑 一块到家里吃顿饭 虽然武则天有这个令在 但是你说好不容易生儿子了 吃饭你光吃青菜不行啊 所以张德偷膜让仆人在外面买了一只羊 把羊杀了之后呢 炖了一锅羊肉汤 招待这些官员同僚 而且为了防止这个事被别人知道啊 张德还让朋友人很小心的 把这个羊皮啊羊骨头啊埋了起来 结果来吃饭的人中有一个叫杜素的 一边喝着羊肉汤 另一边啊他偷偷的藏了这么一块羊肉 然后第二天就到武则天那举报去了 说皇帝陛下您不是不让杀生吗 没想到啊张德这个人不地道 在家里大宴宾客 还杀羊吃肉喝汤 你看看羊肉我证据都带来了 杜素可能当时觉得 哎呀我一举报我立功了 我身官发财了 我管你张德死活 没想到啊 武则天马上把张德叫过来了 问张德 听说你老来得子生了儿子 挺好啊 恭喜你这个事 张德当时吓得浑身嘚瑟 他也觉得 是不是我这事让武则天知道了 不然他这么知道我生儿子了 他肯定知道我杀羊燕客的事了 接下来 没想到武则天跟他讲啊 我下了这个杀生的命令 结果你杀生了 不对 但是你情有可原 毕竟你生儿子是个大喜事 但是你交朋友的时候 你也得谨慎啊 你怎么能交杜素这样的小人呢 平时跟你称兄道弟的 喝了你的汤 吃了你的肉 回来还要举报你啊 武则天把这个事一说啊 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不嫌弃杜素的为人的 是 你的朋友可能犯了点错 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违法的事情 你这个作为是大义灭亲吗 当然不是了 你完全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而出卖朋友 这种人是最不得交的呀